大家平安 今天现礼光进度进到纳红书第一章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全上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 谢谢安静思想聆听的话语 让你真理启示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更深的渴慕你 明白你的心意 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全上祈求祷告 侍奉主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 11到15节的经文 第11节 尼尼维亚 从你那里有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出来 图谋攻击上主 上主对他子民以色列宁这样说 亚述人虽然又强又多 他们将被毁灭被消除 我的子民啊 我曾使你们受苦 但我不再叫你们受苦了 我现在要终止亚述对你们的挟制 打断捆绑你们的锁链 以下是上主有关亚述人的宣告 他们不会有后代好保存他们的姓氏 我要除掉他们神庙中的偶像 我要为亚述人预备坟墓 他们不配存活 看啊 有报好消息的人穿山越里而来 他来传报和平的好消息 有他人啊 欢度你们的佳节 向上帝还你们许下的愿吧 坏人永不再来侵犯你们的土地 他们已经完全被铲除了 很有意思是哇 听到这样信息很振奋人心 在现实书当中 如果我们听到上帝对他百姓的敌国的审判 都觉得哇 对上帝施行公义 的确 今天的段落当中就讲到对林尼韦的一些判决 那当然第一章讲到的预言其实跟整卷书当中 有相同很具体的信息 第一个是神他释放 12到13节特别有这样概念 是的 先知对那些失报应的上帝的描述 其实很鲜明 上帝会如何做会如何做 过去这些犹大人他们的对敌人非常的强大 对对 强大到好像不可能战胜 但是这里竟然讲说亚述最后会被打败 而且甚至是会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被消灭 刚刚我们的经文现在终于本讲到说 他们的信誓没有办法存留下 意思是所有人都会被灭亡 而且更有一些是过去上帝选择亚述来成为审判他百姓的工具 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的信息即将结束 所以上帝会释放他的百姓 再来是什么 上帝是审判官 在第14节的地方 特别这样的概念 阐述出来 如果我们认真看 金文好像在判死刑 你以为名字不会继续下去 甚至他的偶像也都被灭绝 然后再来第15节其实提到上帝是带来和平希望的神 我们都喜欢听好消息 应该没有人喜欢听坏消息 但是这个好消息是让他的百姓可以更加有盼望的上帝是平安的神 那个和平的好消息是哇可以欢度佳节 如果在战争中间可以安心欢乐的过任何节期 没有办法 但是神对他百姓说你们预备好来欢度你们的佳节吧 而且过去你们向神许愿 如今你们可以来还愿的 能够过这些节期可以还愿 意思是已经在和平的景况当中 的确如此过去神使用像亚述这样的国家来审判来刑罚他的百姓 因为他的百姓远离他 但是如今这些将停止了 那我们又盼望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祷告 今天的主上帝我们向你现场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通过纳红书能够再次思想你是怎样的神 祝你示范我们 祝你是审判官 你也赐下和平平安 祝帮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你应许 但是不要让我们得着你丰盛恩典之后 又向过去你的百姓远离你 以致主你的审判刑罚又领导 让我们紧紧跟随你 向你圣诞祈求大高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